东北 这个中国最大的机器人生产基地 正开足马力 满足需求 这些机器人正在生产另一批机器人 这是中国第一条实现机器人自我生产的数字化生产线 根据工程师输入的指令 运送配件 涂胶 安装大臂 整个过程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 很多的产业需要用新的设备 装备来提升我们的制造水平 但是这件事因为技术的突破 是机器人现在在制造业里面具备了广阔的应用空间 这是制造芯片用的真空机器人 它可以在真空环境下水平移动20公斤的半导体材料 偏移量不超过1.5毫米 全世界只有中国和美国掌握真空机器人制造技术 这些移动机器人能通过定位导航 实现路径规划并规避障碍 这些搬运机器人能插起3.5吨的货物 是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大力士 这些自动力机器人靠搜集与地面摩擦的静电运转 不再需要充电 未来5年 中国制造业的机器人密度将增长3倍 达到每万名工人150台 到2020年 中国将打造5个以上的机器人配套产业集群 这几年 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应该说是高歌猛进 但是关键核心部件上 我们还有一定的短板 这个都需要我们在近期去的突破 高速度 高精度 智能化 已经成为全球装备制造业竞争的焦点 对超精密加工控制系统的需求 正快速上升 然而 中国高端竖控装备超过80% 还必须依赖进口 每年要进口的高端竖控设备 价值高达30亿美元 中国追赶的脚步正在提速 中国中部新兴的智能控制产业集群 这里也是中国数控系统最重要的研发基地之一 中国第一台具有超精密加工控制能力的 数控系统正在研制 陈吉红他们的目标 就是要打破这个领域中国的被动局面 每到试验的关键节点 陈吉红都会来到车间 等待试验结果 这样的等待 从2010年起 已经持续了七年 国产树控系统 经历了艰难的发展阶段 屡战屡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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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对中国这种封锁限制 我们就不服这口气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是加工一个镜面出来 看看我们新开发的这个软件 这效果怎么样 是这个程序 对吧 工程师周慧成 今天要进行超精密金属镜面加工的测试 超精密镜面加工 是金属切削加工的最高镜镜 刀具接触金属表面造成的划痕 叫做粗糙度 周慧成要在机床主轴转速 达到每分钟24000转的超高速度下 把零件的粗糙度控制在0.02微米以下 这是头发丝直径的万分之一 也是超精密加工系统必须达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慧成他们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方法 用色谱图来观测 利用传感器采集刀头数据 并传送到电脑 刀头每一个细小波动 都用不同颜色来标记 就可以捕捉到肉眼难以捕捉到的误差 利用数据寻找加工误差并进行优化 这实际上是一套智能数据采集分析系统 我们看这个零件加工呢 它这个表面上会有一些这个切线 我们用肉眼可以看出来的一些切线 但是要想找到这个原因呢 我们的通过数据来说话 与加工零件完全一致的蓝色零件图上 蓝色代表加工速度平顺一致 绿色代表加工过程中的偏差 抑制主轴转速波动 带来的刀具振动最为重要 但前提是 必须要找到刀具振动的误差 周慧成用切削人脸曲面的方法 寻找刀具振动的规律 这条曲线显示的 是刀具在运行中的振动数据 刀具振动越大 波形也越大 这也是色谱图的功能之一 为了找到观测刀具振动误差的方法 周慧成他们整整琢磨了十年 色谱图让难题凝刃而解 在色谱图的帮助下 零件表面加工精度达到了0.01微米 这相当于汽车在100公里的时速下 轮胎运行偏差只有三根头发丝 而轮胎的抖动误差不到头发丝的万分之一 一个完美的镜面出现在眼前 这个长宽只有5厘米的镜面 看似非常小 为此我们研发纪念了整整七年 它的成功也意味着我们在超机密加工控制系统的研发上 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对世界一流的追赶 再经过三到五年的努力 我们的控制精度必将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以数字模型为基础的智能制造尖端突破 正在更多领域出现 作为全球第一铸造大国 中国有两万六千多家铸造企业 总产量几乎占到全球的一半 但高能耗 高污染 重体力劳动的制造方式 也在不断提醒这个行业 它急需一次颠覆性变革 中国铸造业 今天将迎来划时代的一刻 正在调装进智能工厂的 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台3D杀芯打印机 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3D杀芯打印机 它的体积比目前国外最大的机型 还要大两倍 让制造出更大的铸件成为可能 像火车内燃发动机那样的大型铸件 之前需要打印十几块杀芯才能组装完成 现在可以一次打印成型 研发这台装备 徐云龙和所有工作人员付出了七年光阴